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旗 不用说大家都能认识第一张是中国国旗 它代表的是中国川的 然后这张呢 大家认识吗 这张国旗是哪个国家的呀 是美国的国旗 好我们再看这张图片 大家看这张图片跟这张图片 是不是有一点内心吗 这一块呀代表英国的国旗 这个就是我们英国的国旗 这个代表澳大利亚的国旗 因为我们澳大利亚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 所以呢当时在澳大利亚的国旗上就留有英国国旗的痕迹 这个呢是加拿大 我们知道加拿大这个国家它的代表是封面 好之后一个呢是我们的日本国旗 日不落代表一个太阳 好现在让老师带领大家一起看一下这几个地图 这几个国旗都代表哪些国家他们用英语该怎样表达 第一个大家很熟悉这个是我们的中国这个呢是澳大利亚 Australia And this one 这是加拿大 Canada Canada Canada表示加拿大 这个呢 哇塞 这是一个 中间代表的一个一轮红日 是日本的国旗 Japan Japan 这个呢 是美国 America America And the last one 这个是个米字旗 代表的是英国 UK United Kiden 也是英国 表示是英国 好同学们 现在呢 跟老师一起看一下 这几个不同国家 它的代表 东西都有什么 咦 我们的小大树 生长在澳大利亚这个国家 Australia Australia 它的代表的动物是小大树 好 通业老师刚才说是哪个国家呀 Yes 加拿大 Canada Canada 表示加拿大的意思 好 这是我们的自由女神像 代表的是 哪个国家呀 America 也是USA 美国呢 它是标榜了一个自由的国家 America 自由女神像 是他们追求自由的一个象征 好 这个呢 是富士山 樱花 哪个国家 哪个国家 是樱花呀 我们的日本这个国家 Japan 是樱花 为代表的 好 哇 这是哪里呀 这是我们很熟悉的长城 长城 中国 Yes very good China China 表示中国的意思 这个呢 是伦敦大桥 伦敦大桥 在英格兰 英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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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这个国家 好 同学们 跟老师一起总结一下 今天呀 老师看这些国旗 给大家讲的这些国家的名称 第一个 China China 表示中国 And America America 表示的是 美国 这个呢 Australia Australia 表示 澳大利亚 This one UK UK 是我们的英国 有枫叶之邦 Candle Candle 表示的是 加拿大 This is the last one 一轮 红日 Japan Japan 表示 日本 大家注意这些表示国家的名称中 首字母要注意使用大写 好 同学们 这节课 老师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那别跟我们一起去吧 拜拜 See you 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Candle